先来看这段影片 咱回来再请教老师 好 来看 放眼近年来的台湾政坛 我们在女性从业人员中 找到了三位佼佼者 她们的共同特征 除了在政治生涯上 都有所斩获之外 无巧不成书的 在她们的脸上 也都有智或者点的出现 民进党主席特别助理陈文倩 这一位自从接任了 民进党的文宣部主任之后 便由党外才女 晋升而为建国妖姬的 女强人的出现 可以说为台湾的政坛 带来了一股不小的旋风 尤其在去年的总统大选期间 陈文倩更成为各党各派间 曝光率最高的女性政治人物 也因此开拓了她进入 演艺界的道路 无论是新潮的思想观念 或是独特的穿衣哲学 用懒的说话语调 我们深信 陈文倩绝对会是个 不断创造话题的女人 新闻记者出生的曲美凤 在两年前依然离开传播界 投入市议员的选举 曾经因为公开指责台市的报道不公 以及绝食抗争而打开知名度 在晋升政治女强人的行列之后 于去年年底又因为揭发宋气力炸裁事件 而开始受到各方的瞩目 在这次事件当中 她的机智反应 流利的口才 以及甜美的外貌 都让人留下深刻的意象 而这些特点也使她重返演艺界 并且成为媒体的新宠儿 身为嘉义许家般重要灵魂人物的张伯雅 过去曾经担任过嘉义市长及立法委员 在六年前 更以首位无党级的女性身份进入内阁 在担任卫生署长的期间 虽然所坚持的政策遭到各方毁誉参半的评语 然而形式风格已讲究专业清廉甚至严格的她 即使在面对各种严厉的质询时 却只有愈发地展现她女性特有的坚韧力量 而脸上也随时不忘她那一贯的笑容 我们看完了这段VCR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看 三位政治人物 女性 她们的智长在脸上 那如果观众朋友跟她们的智长 同样的位置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命运呢 我们看 曲美鳳 陈文健 还有张伯雅 陈文健冒了三个字出来 对 就在我的脸上 曲美鳳 陈文健 张伯雅 好 请说 若是我们观众朋友 女生又长了三叶字 你是谁 扶一下脸 好像褐脸 不像字 可是面相不一样 可是讲假如说女生的话 长来这边会怎样 这个字我们先刚开始说 要七分字了 一定要是看它的颜色 看它的大小 颜色以及亮度 有没有毛这样来七分 这个是好字还是坏字 所以老师你刚刚说 这个地方是夫妻宫 对 这个是夫妻宫没有错 这个夫妻宫 假如我们以不好来论断 说不好的字 大部分的字 面 有一句话说面无上字 意思就是说大部分 十之八九的脸上的字 大部分是不好的 那个夫妻宫那边有字的话 就是第一个我们不可以太找婚 不可以太找婚 第二个因为在这个有字的话 比较会遇到爱非一首爱 那首爱的不爱你 我爱他 他不爱我 我爱我 就是这种 这样 甚至结了婚之后 还有一些人还想纠缠你 这样子 那假如好的话呢 假如是一个好字的话呢 好的字的话 那就是这个天长地久 对啊 婚人都很迷茫 又有成千拥有 这边是奴仆字 这奴役字 这边是奴役公的字 那这边是下属公 下属部下 部下来放善 就奴仆放善 就是比你职位低的 比你职位差的 甚至你的这个同事 你的这个朋友 都还会想记忆你 还想要这个 记忆你的地位 记忆你的职位 对 这边也是不动产工 所以在不动产方面 也有一点漏彩像 所以这个地方有字的 所以我看陈文县的那颗字 满黑又满大 应该是好的 好的话就是部署 会对你有很多的帮助 还有能够住到 很漂亮的房子 真的啊 这边也是田载工之一 所以这边有很漂亮的字的时候 家里的房子都是很豪华的 真的啊 OK 那这边啊 你这边还没问吗 我们看这个法令文 这两个字的中文这个名词 法就是跟法律有关系 跟规法有关系 令的跟命令有关系 跟执行有关系 所以有法令文的人 法令文上面有这个字 这个字假如好的字的话 非常有权威 非常有地位 怕水也肩胖 公威 职地有生 做事情非常坚持原则的人 我个人是认为 当然你修心最重要了 你不要去理它也可以 那假如你非常在意那颗字 对你的影响的时候 那颗字就真的会对你很有影响 因为这种潜意识 这种暗示的作用 就会发生了灵动效应 这个字八呢 就会感应到你的这个疾胸或伏 那倒不如可以去把它美容掉 再来继续要还有六个宫 好 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大家都有很多问题 再介绍其他的宫位好不好 这个命宫在这边 命宫 看到命宫就是非常的 感觉这个力量很大的 一个人的脸上 最重要的宫位就是这个命宫 在眉头中间 它这个跟长寿有没有关系 也有关系 跟吉兄或伏一生的穷通或伏 都有关系 你有搞的吗 假如其他部位都长得不自衡 假如其他部位都长得差 差一点 命宫长得很好 还是一样逢胸刮起 可能不够气 老师那有人那个眉毛很浓 像外国人眉毛很浓 就是两条眉毛变成一条 这个叫做一眉道人 一眉道人 那那个怎样 那这个两个眉毛太靠近的话 这个心胸狭窄 对 这个很不良 这个砖牛角尖 这个宫位越开阔的 人生快乐越多 越宰小的话 人生的话苦多乐少 接下来的吉二宫 吉二宫就是命宫的下面 这个命宫的下面就是鼻子 鼻梁 鼻梁 鼻根 鼻根到鼻梁这个位置 这个是命宫 这个是饥饿宫 所以三根就是两个眼睛之间 这个高度 像小孩子这个经常会有青筋 这个小孩子就是体肉多病 以前的老人家说 那儿子抱起来 那个儿子就是去牵着 就快抱起来受牵着 导致中 童童他才会青 不是才青 才青 这法令文都会青 对啊 法令文才会青 再来那个人 还有 田宅宫 田宅宫在这里 眉毛跟眼睛之间 好像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 喝太多水 第二天眼睛很重 很好对不对 也不好 那个中期没有弹性不好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看四叶宫 四叶宫 四叶宫就是我们的中间 对 四叶宫 就定他上面 额头是我们的这个四叶宫 有一句话说 男人以天庭取向 女人以地格论服 男人的四叶最重要 一定看他的额头要 是不是有宝马 老师 那这句话跟人家讲说 十个秃子 九个腹有没有关系 秃头呢 十个秃子 九个腹 另外一个没腹的 是到底在何在呢 没有屁股 所以这个臀部要越大 臀部太小了也没有钱 对 以前人家这面上 说得也知道 大夫人就是要看天平 大夫人要看亚国 对 再过来 迁移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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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宫是怎样切 迁移宫就是外出 移民 旅行 出外 甚至要进选立法委员 出马进选 什么出马 这个就是要变动 要投资来变动 这个都是邦家 是迁移宫 这是不是越宽越好呢 当然是越宽越好 或是这边有志的话 那你出门经常都是出门不利 小心飞机会飞到大陆 对 福德宫 福德宫在这边 福德宫 福德宫 这是福德宫 福德宫 就看一个人福气 有的书上是没有写这个宫位 但是这个福德宫 就是看一个人 这个有没有收到长辈的客户 以及这一生的福气 福德 好不好 好 我想大家发现 我们这个脸上有志 就会有很多的疑问 想要问老师 当然老师也讲说 这个面无好志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想到 我们常常有时候逛夜市出去 看到那个人家在点字 像我就点过了 当时也很担心这样 不知道会不会点了一个洞这样 结果呢 还是没有 结果还好 还不好 所以说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说我们脸上万一有不好的事的时候 我们要点掉的时候 该怎么点 怎么样点才安静 对 要怎么注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对 虽然志向在面向学当中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 不过西方医学对于志的研究又是如何呢 这个字在我们西医学上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一种 我们叫色素母半细胞聚集 在皮屋上面聚集所造成的一种瘤 所以说这个有一些是有瓶的 凸的等等这样子 是一种可以讲说是一种良性的瘤 其实红色的所谓珠沙汁 就我了解的话 红红的那是一种所谓的血管方面的成分 那跟我们一般讲的黑色的那一种 中黑色的那一种质的话 成分不太一样 像我们这个黑色素质的话 所谓的黑色素母半的话 有可能会产生一种 讲我们叫做黑色素柳的 变成一种黑色素柳的那种恶性皮屋癌 那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白种当然比我们荒种很多 那外面就我所知道 他们点的都是一种烫法液 一种腔茧 那腔茧的话对皮屋的穿透力非常非常强 你量拿捏不准的话 你有可能点太多的话 会凹下去一个洞 或者产生疤痕 那假如说外观上 我们看起来说只是为了美观 或某些方面 面相学上面要求点掉的话 我们倒是有很多种方法 一个就是说像点一些药物 那有一些的话 像我们以前就用电烧的方式 甚至有一些用冷冻的方式 那现在有雷射的话 我们大部分 可以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做雷射比较多 假如说你的痣 会突然之间会变得比较 会有感觉上的变化 包括说痛痒痒 然后外观上面会有破破 会有流血 或者是说突然之间变大 或者是颜色它变得比较奇怪 或者颜色变得比较不均匀 那你这个就要注意 可能就要找皮肤科医师看一下 看是不是有可能变作不好的那种癌 那假如有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建议说把这个痣整个切掉 然后送病里化炎 就西医而言 痣与人体健康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不过痣是否与人的命运相连呢 答案应该就在各位自己的心间 其实大家现在都很清楚了 科学又那么发达 可是如果你说我哪里一只 我哪里我没有 来去旁边去旁边一时久就好学了 对啊 现在都很安全 像什么除皱纹什么的 这些这个比较年轻拉皮 我想在座各位都不需要了 阿姨 不需要了 不用 还带下去了 还有盈洋老师要帮我们算面 对 同志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姨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我们在这边 首先要问一下我们的阿姨 阿姨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市农工商这些工作行业 要把市牌第一 哎呦 这可能我知道了 虽然说我没有人家很多家 但是我经验很丰富 请说我们以前 人家说我们中国人 最大的在意就是我们人的合文 譬如说以前很散 就没有人家说科学生 为了要设计 你知道说要轻家动散 如果说这个政策 有一个他这样有法设计去大学 就是表示他们这个政策都很公平 对 就像这个阿姨这样讲的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富裕 有很多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努力去读书 那其实这个先天跟后天 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有请到我们这个宇阳居士 宇阳老师你好 你好 阿姨好 老师你好 你好 好 我们现在这个请教宇阳老师 我们这个文昌县 它真的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文昌县就代表一个人的功 像功课 功名 最主要是功名 那么就是说很多人他很认真地想要读书 可是可能他的命中就是这个 比较跟功名无缘 所以都读不来 所以有些家长对这个小孩子 看他很认真念书怎么念不好 真的是心里很疼 那有些是非常地聪明 但是不爱读书 过犹不及都是很可惜 很遗憾 宇阳老师 请问一下 这个文昌县到底是心里都有 那么文昌县很特别在这个地方 在第一指 拇指的下面这一条 就是文昌县 我有 我有 他有画一个圈圈 我觉得大家都有 没有 有些人没有 很多人没有 我看过很多人没有 真的喔 对 那么有些人就是有一点点 其实形状最漂亮的文昌县是这样子的 像一条鱼一样 不是 像眼睛 对 像眼睛 阿姨说对了 所以俗称孔子眼 孔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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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说有孔子眼的人 必然就是可以 硕士博士一路的 只要他的生活各方面没有问题 他一定可以平步青云 如果说一个人有了孔子眼 对不对 对 然后再配上他有一个很好的事业线的话 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可以成就相当大的格局 那如果说没有这条线的话 那是不是比较笨 比较不会读书 通常是这样 他也不是笨 也许他就是转不过来 就是念书念不好 但是做别的工作不见得做不好 对 对 那我们赶快要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 好 今天的特别来宾 你现在把你的手放在扫楼器上面 让杨老师来看看你们有没有那条线 来 文昌线 有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智慧线 长得算是蛮完美的 他的起头不太好 所以可能他的小的时候的环境 读书环境可能比较差 可是之后他懂事以后 他就一直都蛮上进的 一直都蛮上进 不过他这里出现了一个 一条线来组到他的这个智慧线 这条是什么 这一条的话 如果没有连接到这里 这样看不太清楚 通常从这里上来的 一般就是事业线 可是他这一条 有一点像这个 预知线 预知 预知就是可以知道未来的 第六感 第六感就特别灵验 可是如果说他的这个预知线 出现在阻挡到的智慧线 反而会因为他这个 有了这个 这个预知线第六感 而反而破坏了他原来智慧的一个 一个情况 所以他这样是有一点点可惜 不然他的智慧线是长得非常完美的 是 来 那我们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特别嘉宾 刚才我们雨昂记是说 您小时候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 有一些 比较不顺利的 是这样子吗 有吗 小时候比较爱玩 我想他讲这个是很中肯 他讲这个是很中肯的 小时候念书比较差 那我也没有例外 那这样真的 不过他有这个文昌线 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还是看得出来他有文昌线 所以按理讲他应该还是算蛮会念书的 只是他这个智慧线有受到中断 那么有可能因为他比较想做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他今天来当我们的嘉宾 可能是演语圈的人员 或者是一个歌星或者是个主持人 对不对 所以那代表他因为了他的工作的向往 他对他事业的一个向往 而在功课方面可能到了一个阶段 就结束掉了 有一点可惜 那我们会看一下我们特别嘉宾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要问李杨老师 我想问 就比方说这个看相 有时候说脸相会破相 不知这个手相会不会破相 手相也会 有些人他因为做事 比如说做机器操作的事情 手被切割到了 或者手受伤了 或者被烧伤了 那么整个原来很好的手纹 如果破坏的话 那么当然是会比较差一点 我们要欢迎的这位特别嘉宾 也是一位主持人 非常地有才华 就是我们的KK彭伟华 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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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好 你好 怎么样 准不准 蛮准的 刚才她说我给她看右手 右手还没有这个条鱼出现 我左手就有了 你看 阿姨这个是不是 真的 有一个圈圈 真的 真的有孔子眼 不大不小还是个大学毕业 不过你这个孔子眼睛 她现在已经很好了 你这个孔子的眼睛好像快睡着了 对 好像比较小 对好像咪咪的在睡觉 对 不过刚才老师说了蛮准的 就是说 我的第六感很多 以前有人说你蛮有这种天分 可是我觉得人就是不断地去学习 变成没有这方面的发展 对 所以还是踏实一点 你比较相信自己 嗯 自恋吧这个是 我学的是也自信 自信 自信 对 自信 可是我们在想请教这个老师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个文昌线 那是不是表示书一定读不好 我们要赶快讲 不会 我们要赶快看看你的智慧线 是 如果你的智慧线是很 就是比较直一点 他这个 他这里画的智慧线有一点垂到太阴秋 太阴秋的话 会比较重视物质的享受 哦 比较有虚荣心 物质享受虚荣心 还有有时候比较有肉欲上的需要 对 所以如果说一个人非常的 我看不起 不要让我看 没有 我都很干净的没有 对 你不想像出家 所以如果是一个 你吃菜 如果是一个学生 最好他的感情线非常的单纯 没有很多滋滋结结的事情 代表他的心思很纯正 如果孩子的话 其实孩子会不会读书 有时候爸爸妈妈可以看一下他的手 如果他的感情线出现很多错综复杂 甚至有导型 那代表他小小年龄在感情上 可能已经有一点憧憬 或者受过挫折了 比如说他喜欢哪个男生 或者喜欢哪个女生 遭受到拒绝 然后于是他读书念得不好 所以不见得说 是因为他的整个 整个 就是书的一定读不好 是因为偶发的一些状况 如果说父母在这个时候 要及时给予关心跟辅导的话 就可以化险为夷 那我们请教一下老师 那我们这个 你说父母看小孩子 我们那个小孩子几岁啊 手掌是完整了 张文 还能看得出来 其实他在念书 念小学的阶段 就已经很清楚了 对一般小孩子来讲 他手上不会有太多的 像事业线很多杂线 他通常就是一个感情线很单纯 然后呢一个智慧线 那么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呢 他长得还不是很长 或者不是很深 那个颜色 那个线条不是很深 小孩子的时候会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呢小孩子 如果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这样子的就是比较 被我画得有点花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一条 这一条智慧线呢 要比较平一点的 不要太斜入这里比较好 太斜入这里比较虚荣心 比较会跟别的同学比较 他家人家他去order 他买名牌 我这个皮包是买两三千的 回家妈妈买了五十五百块 他就不要了 所以小孩子的手上是比较单纯 没有关系 我想我们今天呢 谈这个文昌县呢 最主要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做一下参考 对 参考 对 不过其实讲起来 这个联考快到了 我想这个 我们大家还是要赶快地努力 加油 牌 牌 豪竟